自美国大选,前任美国总统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赢得很彻底 美东时间11月6日凌晨时分,年满78岁的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会议中心发表震撼性讲话 他宣布自己已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获胜 虽然官方还并未发表最终的选举结果 但不得不说,不仅拿下过半数选举人票的他 就连普选票也远远多于竞争对手塔玛拉哈里斯 时光回到2016年胜选那次,他都未能达到如此成就 另一方面,随着共和党在西弗吉尼亚州和俄亥俄州选举中的获胜 进而从民主党手中夺得参议院控制权,结束了四年的少数派地位 而还为最终定夺的众议院掌控券 共和党人赢得了几场扩大其在众议院多数优势的关键选举 按照选情,民主党人现在至少要反转七个席位 才能在众议院拿下过半席次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至此,美国总统、参、众两院以及天平早已向右倾倒的美国最高法院 全部集结于共和党麾下 未来的四年,美国将由三权分立变为三权一统 特朗普或许将迎来史上最高枕无忧的总统任期 在特朗普发表的圣选演说中 他激动地表示自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只将会帮助美国愈合创伤 他说,对美国人民来说,这是一场华丽的胜利 它将使我们能够让美国再次伟大 随后他承诺将立即采取行动封锁边境 坚决阻止非法移民的涌入 此外,他还透露将希纳小罗伯特·肯尼迪加入政府 共同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特朗普还提出了减税政策 并强调美国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来维护国家安全 他承诺将结束战争 并坚定信守对美国公民的承诺 这些慷慨激昂的陈词引发了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 除此之外,特朗普还告诉现场的支持者 希望有一天回首往事的时候 会认为这是你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 随后他感谢妻子梅兰尼亚 迈雷尼·川普做得很好 非常努力地帮助他人 以及自己了不起的孩子们 特朗普还祝购副手万斯 GD·万斯成为下任副总统 表示万斯是正确的选择 万斯后对着麦克风形容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回归 最后,特朗普激动地提到 一直为自己站台的埃隆马斯克·伊朗纳斯 他形容马斯克是共和党的新星 是一个很棒的人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选票的分布 随着威斯康星州的选举人票 计算至特朗普名下 他以277张选举人票的优势 领先对手哈里斯226张 以超过270张选举人票的结果 将胜利彻底握在手中 在关键摇摆州方面 特朗普赢下了乔治亚州 北卡罗来纳州 威斯康星州 以及一直被称为德宾州者 得大选的宾夕法尼亚州 而在小编发稿时 依旧处于计票阶段的三个摇摆州 亚利桑那 密歇根 以及内华达 特朗普全部处于领先优势 由此可见 特朗普也是赢得众望所归 要知道 四年前面对拜登之时 特朗普丧失了亚利桑那州 威斯康星州 乔治亚州 密歇根州 以及宾夕法尼亚州 而如今 同样的窘境 他又还给了民主党人 随着特朗普的再次当选 已经成功升级为2.0版本的他 将会给美国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首先就是他在胜选演讲中 率先强调的非法移民问题 除了封锁边境政策外 同时还会发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驱逐行动 特朗普还承诺 终止无证移民子女的出生公民权 并对墨西哥贩毒集团发动战争 接下来就是美国最急需扭转的经济形势 特朗普将通货膨胀 归咎于拜登的巨额支出 并发誓要回到减税和减少监管的议程上 特朗普承诺 如果他重返办公室 将全面减税 延长他在2017年签署的立法中 即将到期的所得税减免 以及遗产和财富税减免 他将把企业所得税税率维持在21% 并提议对所有美国进口商品 征收10%的普遍关税 此外他还表示 将寻求取代美联储主席 杰罗姆鲍威尔·扎恩·帕尔 尽管当年是特朗普亲手任命了鲍威尔 但现在指责他过于政治化 接下来就是最近几年 一直在美国讨论不断的堕胎权 特朗普称 自己是结束罗伊案的自豪的责任人 但同时也批评了亚利桑那州 和阿拉巴马州等州的极端措施 在混乱的几个月后 他终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支持各州决定自己法律的权利 但他拒绝表示支持国家法律 也拒绝透露他认为 应该限制多少州之后禁止堕胎 枪支管控方面 特朗普在上个任期内 削弱了美国的枪支法律 但也采取行动禁止使用撞火枪托 而在新任期 他曾表示将废除拜登的 所有新枪支规定 并解雇研究枪支管理局局长 那最终美国的枪支泛滥将会何去何从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而放眼国际视野 特朗普二次入主白宫 可能会彻底改变世界的格局 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 再为大家带来详细的分析 史上最具戏剧化的美国总统大选 可以说是落下帷幕 可能有些人为此欢呼雀跃 也有可能有人为此伤心难过 但无论如何都要尊重这个结果 接受这位颇有争议性的美国总统 最后让我们恭喜特朗普及共和党人 能够在未来四年畅通无阻的 为这个国家服务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分享